12万多张 每张后面都有老头的铅笔字 在那写的记录 全是荷兰文 把我治死了 全是荷兰文 我以后一定要找一个荷兰文好的人 帮我去把这东西都翻译出来 那你看一个人的生命和情感 就这样一点一滴的留存下来 这个其实是最珍贵的 那您觉得他为什么决定交付给你呢 我想您也不可能 不一定是唯一的一个 对 是 给他交这个价格的人 我觉得 他看中您什么了呢 而藏品价格却虚高不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那样一个腐蚀结实宝贝的时代 早已已去不复返 于是马维都将眼光投向了海外 开始进行所谓的国际简陋 2013年他就持巨资 从一位荷兰人手中 购得数目庞大的藏书票 既捡回了宝贝 也捡回了感动 我看到这个新闻里 您这两年 收了点 几次去根本不可能去买东西 我为什么去呀 就今天想起来都是一个 跟人家说人可能说 你当时按照这目的上我们这来的 就没想买东西 就是想到哪白看 第一次要参与拍卖的时候 有没有点紧张 或者港青状况 不是有没有特紧张 因为我第一次拍卖的时候 我去了 就说 当时兜里准备了个二千 我那天兜里就有20万块钱 港币 我说我要